加油 各位朋友 柯文哲帶著黨內小雞 新北中和轟爐地敗廟拼陸戰 但大批為安控管人流 把香客擋在半山腰 引發衝突 三下給我們民眾這樣擋住 不讓我上來 說什麼政要要上來政要 請問是什麼政要 不是不是 柯文哲也不是公家機關 也不是財政市長 但不只小插曲 柯文哲得正式的 還有過去仇女言論被掀出 原本優勢的年輕支持度奏降 就連女性支持度也中錯 超過百分之十一 拿那個四年前講的話 再出來打 仇女的理這個形象 所以大家都不肯來 我現在想說天啊 這實在是太會造謠了 不過沒辦法 這個選舉到了你知道 我是很無奈的 儘管當初爭議言論 都出自柯文哲自己嘴巴 但如今卻說被抹黑 甚至七一六凱到集會 阿南舉牌羅列柯業女言論 遭到館長公舍直播 引發爭議 十九號再開槍 我認為你上面寫是屁話 我就變歧視女性 柯文哲的歧視女論 我覺得沒有啊 難道我不能講嗎 我是不曉得細節 這個搞不太清楚 柯文哲立刻切割館長爭議行為 但過去柯文哲幕僚民調專家 姚立民就分析 柯文哲年輕支持度突破六成 已經是天花板 接下來只會下跌 加上七一六集會 館長和黃國昌爭議連連 最後是否能為柯文哲加分 恐怕都打上問號 三十五馬家紅草青